那其实为什么会有犹豫症 很多人问犹豫症就是你想太多 你心里心里不好 你的抗压能力不高 其实不一定的 我们看一下 精神病症不是太脑坏了 有时老人家就讲 你的大脑派起来 不见话的话 还是那个人傻的 还是气心的 其实这些都把那些标签 不好的标签 所以很多人有心理不平衡 或是心理不开心的时候 他不敢讲出来 那其实我们的大脑里面 有一些掌控着情绪的化形物质 它是由神经线分泌 或者是神经系统分泌出来的 比如血清素 血清是英文叫做Serotonin 然后去甲肾上腺素 No Adrenaline和多巴胺 可能多巴胺很多人都听过 就是好像它会使你兴奋啦 很开心啊 Happy Hormone啊 这样子 那然而呢 当一个人处于压力沉重的情况的时候呢 或者是你很压迫 或者是你所谓的想很多的时候 睡眠不足的时候 这一些化学物质呢 它就会下降 当它下降的时候呢 你的情绪就开始有问题了 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已经平衡了 那这些问题呢 常常我们说 哎呀 我们安慰人的时候 我们讲什么 慷慨一点啦 我们要靠意志力去克服啦 其实当你的这些化学物质下降的时候 你讲再多的慷慨一点都是没有用的 那我们要帮助患者呢 去接受适当的治疗 它可以康复的 那一个重点就在于 调节好这一个大脑里面的化学物质的水平 那刚好我有说到的就是 去甲肾上腺素 英文叫做No Adrenaline 当你的No Adrenaline下降的时候呢 你的情绪就会觉得 哎 我没有兴趣了 我的集中力很下 很低弱 然后我没有活力 我的警觉性也没有那么高了 那当血清素 我们的Serotonin下降的时候 我们开始会有一些可能强迫性的思想和行为 那当我们的Dopamine 多巴胺下降的时候 我们就失去了乐趣 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乐趣 然后没有动力 懒懒散散觉得什么都很累 我们也没有积极性 因为我们的多巴胺下降 那你可能会看到中间 可能这个黄色Serotonin跟多巴胺 一同时下降的时候 它会在青色的这个范围 就是说你两种的那个 化学物质下降的时候呢 你就可能没有胃口 性欲降低 可能就开始有攻击性的 觉得什么东西都要防范自己 要去攻击人 那当你的No Adrenaline 红色这一块加上 Dopamine两个化学物质都下降的时候 你的专注力就下降了 那当No Adrenaline跟Serotonin 中间都一起下降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巧克力色的 就是你开始有焦虑 有冲动 你的脾气很暴躁 就是你的No Adrenaline跟Serotonin下降 那当你这三个化学物质都下降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中间的这一个灰色 抑郁和认知能力 你都同时下降 所以当我们有这一些 郁郁的这个情况或是焦虑的情况 其实不是心理的问题而已 它是我们的大脑里的化学物质下降